端午連假第一天台東富岡漁港湧現人潮 前往綠島還有蘭嶼的遊客 擠滿台東的富岡漁港碼頭 而今天共有20班的船班前往離島 幾乎班班客滿 預估湧入約5000人次來到離島 遊客排這隊準備登船出遊到台東的離島 蘭嶼綠島 端午連假第一天台東富岡漁港 上午湧現人潮 前往綠島和蘭嶼的遊客 擠滿台東富岡漁港碼頭 今天共有10班船班前往離島 幾乎班班客滿 民眾提著大包小包準備出遊 遊的是要準備回鄉 但是由於搭船人超多 海巡述也加派人手 在那邊潜水的感覺很漂亮 潜水應該是還好 可能爬山或是去花蓮那邊 可能比較道路不夠掉 在今日的話 總計會有20班次顧問 那目前在傳遊網的定位上面 也是呈現一個客滿的狀態 那現場搭船資訊都還良好 那我們這邊本所也都有派員來做一個 家產資源 來維持現場一個資訊 登輪的一個資訊 櫃台上漢后船市 擠滿遊客要取票訂票 各號電子商務網站 傳遊網找到駭客入侵 導致網站系統當機 而面對今日出遊潮 有遊客表示 雖然有耽誤到一點時間 但也都順利取票 我們覺得有耽誤到一點時間 不過整體上來說 目前都還滿順利的 櫃台拿身分證拿就好了 拿證件 順利順利 端午連假首日 台東富剛運港碼頭湧現人潮 船班幾乎客滿 預估永路約五千人自到離到 接判罪台東市報導